歡迎收看一事好辣 一事好辣 好 馬上歡迎我們四位帥哥美女 好辣一事團 好 歡迎收看美麗特別來賓 大家好 大家都說過游不急 這個身體開始有一些 異常的表現的時候 就要特別小心了 今天要聊一聊 身體到底有哪些狀況 看似感覺很好 還不錯 但是不要高興帶走 可能是有疾病早上門來了 好 那我們所謂來看什麼呢 臉色紅潤 精神好 可能隱藏這些問題 我們都喜歡 是我聽過的就只有一個什麼 看高血壓 有這麼多問題喔 臉上紅潤 各位注意看喔 更年期症候群 通常天氣掉下來禮物 以前流行這句話嘛 是... 大家都知道有時候是鳥屎 你廣告看太多了 事實上就是會發生的對不對 更年期症候群這個東西 我想起來二十多年前 台灣大家對這個概念 還不清楚的時候 醫學會就在電視上做廣告 當時我就記得一個案例 非常有趣 病人去48歲 他是說他本來很虛寒的體質 就是手腳冰冷 那有段時間他發現說 他進辦公室 他覺得冷氣質怎麼不夠強 你知道嗎 到處都有 就這麼熱 然後大家發現他臉色相當好 跟他說你最近不錯 他說你看我手都沒有冰冷 全身都熱呼呼的 都好 你看我現在身體好 他說你做什麼運動 他說也沒有啊 也沒有做什麼運動 想說本來以為他怎麼樣 變成這個虛寒 變成這麼溫暖的體質 是 結果他說 他就一直說 可是他等到那個 還要求開冷氣 他說你有沒有搞錯啊 這麼熱 這已經十幾度了 你還說很熱 這真的很熱啊 你們身體不好 太虛了不行 這年輕人就比我這個 快五十歲的還差 他就罵他們 後來他們跟他說 我們結果你不對耶 你知道為什麼他沒有概念嗎 因為他沒有失眠 他沒有這個問題 他只有一個就是 他只有很熱 還有這樣 所以他不覺得怎樣 他只覺得說 我冬天也不用穿長袖啊 很好啊 好像還不錯 對 還不錯 所以後來等到他講完以後 我跟他分析一對 我說我覺得你是跟他一起 因為他月經也還沒有亂 重點就是他月經還沒有很亂 所以他也沒有完全注意到 後來我說 那我幫你查一下荷爾蒙 我覺得你症狀真的還滿像的 雖然不完全的症狀 後來一查發現剛開始嘛 後來他就說 原來不是什麼好事情 不是身體變好了 不是體質改變啦 是更年期啦 對 對 但也不是一個重大的病啦 只是說 沒有想到天上掉下來的一位 也沒那麼好 但這些症狀也會 在年紀大一點就會改善 對 對 對 沒錯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會有印象說 更年期熱潮紅 可能就是 熱一下 倒汗一下 應該沒事吧 那所以會去求診 大部分就是有明顯的 失眠 暴躁才會去 可是我其實 有遇到一個非常特殊的個案 導致我後來 我都會勸民眾 如果有更年期症狀 比較明顯的話 還是要考慮就醫 因為這個個案 他大概50歲來找我 他其實大概 從45歲的時候 就開始常常覺得 臉比較紅 可是跟一般人那種 症發性的不太一樣 就是他是那種 幾乎一整天都覺得紅紅熱熱的這樣 那他也覺得 就像剛剛正醫師講的個案 他也覺得沒有不好 就覺得臉色紅潤 還可以少畫一點腮紅 可是這個個案 他就逐漸這樣子時間過去 他的朋友有一天 事隔多年來見他 很久不見的朋友 一看到他就說 你臉怎麼這麼黑 那後來他把脖子的這個衣服 扣子解開以後 你就發現他是分兩節的 整個上面是黑的像關公這樣子 真的 我不開玩笑 紅的像關公吧 他就是紅到發黑 對 其實這個個案後來 我幫他做了非常多檢查 因為我也擔心 是不是有其他荷爾蒙的問題 那後來查了半天以後 就發現說 原來是因為他太長期的時間 一直呈現一個 皮膚發紅的狀態 腦致黑色素聚集 血管過度擴張 這個個案我們還是 就趕快轉介他去婦產科 因為他如果臉繼續這樣發紅 其實他就一直吸引黑色素來沉澱 然後再請他當然搶得到的 防曬 維他命C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個案以後 我才覺得其實熱草紅 並不是一個說 只是過一陣子就會好的症狀 還是太過度 譬如說你草紅 是一整天都很常草紅 或者是說你整個更年期 不是只有一兩年真的不舒服 拉到三五年都還是不舒服的話 還是要看醫生比較好 臉色紅潤 精神好 精神好不見得是好事 我有個陰界的朋友 但他本身的 他是外科系的 外科系的本身就活潑外向好動 這個開刀開到很晚 擦到很晚下班 其實精神體力都很好 那這是好事 可是有一段時間就開始 突然就開始就覺得說 他忙到很晚 10點11點回到家下班 晚餐也沒吃 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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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就看什麼一些訊息 資訊 查資料 到一兩點 他也不覺得累 這個持續到的時間之後 發現他自己就覺得說 奇怪 我怎麼突然間覺得 好像睡眠的需求變短了 白天很忙 回到家裡又上網 上網就找資料 看東西看東西 都看到很晚之後 睡兩三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隔天早上起來 一樣也不會覺得累 他太太覺得也是很奇怪 所以就講說你不要一直上網 白天那麼累 明天還要工作 你就盡量早點休息 沒關係 沒關係 我看他精神也真的很好 可是後來就發現 他的症狀就越來越多了 比方說他上網開始 不是查資料了 就開始購物了 就買東西了 那購物也很平常 現在線上購物也很方便 對 可是他才發現說 名牌廚具 他們兩個其實夫妻兩個 其實大部分都外食 很少在家裡自己煮菜 他買名牌廚具 是不是暗示我要在家裡 還是要做飯 就是不想吃外面的 沒關係 我就開始練習這個 練習做飯做菜好了 慢慢買出去之後 接下來就開始買衣服 買自己的衣服 衣服是怎麼買呢 同一個款式 如果有五種顏色 五種都買 全包 整套的顏色 整個系列都買 到後來就是 同一款是同一顏色 買好幾件 白生才一買 就買個三千五件這樣子 所以他就覺得有點怪 就跟他先生討論 他先生覺得說 也還好吧 他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除了這種睡眠變少 精神變好 開始購物 購物多樣性 重複性 後來講講說 好吧 那如果你這麼擔心 我們就找一個 身心科的朋友 也是醫師 我們就來問一下好了 就這個朋友 開始問的時候 開始就問他一些症狀 就發現他在這個 精神變好之前 其實有一段時間 他是處在比較 憂鬱的狀態 全身沒有活力 很容易累 跟病患也沒像以前 那麼熱情 常常不在講話 這個時間過了之後 就變得精神特別好 變得很High 後來我們身心科的朋友 就跟他講說 他說你這個其實 就是我們所謂的 可是他的表現 沒有那麼的 讓人家覺得說很不正常 可是從他的一個病史 詳細去追查起來的話 他就是經過一個 比較低層憂鬱的階段 但憂鬱沒有到 不能社交生活 工作 沒辦法 夫妻生活也沒有受影響 但那個完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這個造氣 造氣症狀比較明顯 它兩個表現 不一定是完全相當的 如果真的很明顯 一下造一下癒 這種就是最容易被診斷 對 什麼雙極相的精神疾病 這個就是 但有些是造比較 稍微明顯一點 癒不明顯 有些是癒比較明顯一點 造不明顯 像這種有時候 如果你沒有很早警覺的話 有時候就可能會拖一段時間 到後面症狀 很明顯的 才會找到這個身性可疑似 就幫他用一些藥物之後 後來就不買東西了 也不用做 其實這種很多那個 超級購物狂 都是造證在發作 之前有一個案例 是他出去之後 買了五間房子 五間房子 對 對啊 因為造證發作的時候 他會非常多話 然後會覺得自己很明顯 然後不睡覺 然後會到處 然後會一直想要買東西 一直想要買東西 這樣子嗎 後來他們說 因為給他一個診斷證明 就可以退掉了 因為不是建商 對話 他還好退掉 有... 他買了 他沒有懸付 非常地購物欲望 其實也是造證 比較常見的一個表現性 我有這樣子 我以為他們會脾氣很暴躁 很憤怒 有些就有攻擊性了 對 像這種的確實有 我們之前也碰過 我之前在掛急診 看急診的時候 有個病人來 沒事來說 醫生 我要先看 你 我為什麼要先看 我照這個話做 真的很確定 可以 可以 可以先看 很兇 不過後來看他病例 確實是他有曾經看過 會不會每次來就說 醫生 我要先看 對啊 也不要 這個是四個細胞 對 什麼叫四個細胞 我先跟他講說 其實我看內科的病人 大部分來都是臉黑黑的 黃黃很難看 但是紅紅的 感覺是還滿漂亮的 可愛 我想大家都很喜歡女生 害羞的時候 臉就突然真的 白裡透了 覺得好棒 可是這個有時候 會有一些嚴重的疾病 我這個疾病是一個 三十五歲的媽媽 那這個媽媽進來的時候 就是那種臉紅通通的 紅紅的就像有一個 就像一些中年男生 高血壓那種紅 可是我覺得他才三十五歲 看起來說三十歲 怎麼會有那種 我覺得不大像 那我就問他怎麼一回事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 就很害羞 只要稍微一點點 比較緊張 害羞 牽一下手 就整個紅起來 可是他經歷一些歷練了 三十五歲了 根本不會臉紅 可是他最近很奇怪 最近又同樣的那種害羞 結果又跑出來 不過他覺得也有好處 老闆罵一罵 發現他臉紅了 好像認錯了 然後就沒有再罵了 可是他為什麼來找我 他說最近除了臉這樣 紅起來之後 又開始心悸 然後開始冒汗 然後頭好痛 然後他又覺得不大對 而且這種 越來越頻繁 越來越頻繁 一兩他的血壓是 我之前看到一些高血壓 大概都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怎麼突然這麼年輕 就一百九 那我就覺得這應該不對 那加上他心劑 臉紅 所以我就 我懷疑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四個細胞瘤 四個 我就幫他排了一個抽血驗尿 然後再做一個超音波 發現他右邊的腎臟 上面有個叫腎上腺 長了一顆大概1.5公分的腫瘤 其實這種四個細胞瘤 就會分泌很多 那個叫兒查分 就像腎上腺素 腎上腺素大量分泌的時候 血壓就會把你飆高 那如果年輕人 如果說這種四個細胞瘤 你只要把他手術 把他切除掉之後 他的高血壓就下降 那高血壓下降之後 他就沒有再臉紅了 你如果不理他 其實他還有 會轉惡性 惡性 甚至會產生高血壓風暴 這個還是有危險 所以這個還是要 這個是可以 手術治療的高血壓 我一開始 我那時候 怎麼吃都吃不胖 然後都只有 你也是有這個問題啊 我假抗 大概三四年前就開始了 然後那時候在拍戲 我就覺得 這樣很好啊 就穿衣服也很漂亮 然後上鏡頭也不會有雙下巴 也不會有小腹 多好啊 然後後來 我都不知道我有假抗 我只是覺得 我就是一個吃不胖的體質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我怎麼拍照 我手機的畫素都這麼差 就是手都會抖 手會抖 對 你拍照永遠你的自拍照 都是糊的 就加上我那時候拍戲 因為都日夜顛倒 所以我晚上都睡不著 我就會以為 我是因為我拍戲的關係 然後我常常可能半夜拍拍拍 拍到早上 五六點回到家了 我還不累喔 我還繼續在那邊滑手機 滑到早上九點十點我才睡 然後我那時候都不覺得怎麼樣 我就覺得 可能是因為我拍戲 太累所以導致這樣子 然後是一直到有一次 我帶我媽媽去做全身健康檢查 然後我也跟著一起去檢查 才發現我有甲狀腺抗鏡 那個時候我躺在床上 什麼時候什麼都沒動喔 然後我就躺著 然後我就量我的血氧跟心跳 我心跳一百二十五一百三 因為我那陣子已經吃了兩年多 快三年了 然後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說 甲狀腺其實是要看兩個功能 一個是甲狀腺的功能 另外一個就是你的心情壓力 造成他甲狀腺偏高的一個功能 我忘記那個名詞是什麼了 然後但是我甲狀腺的功能都很好 這個是靠吃藥維持就可以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要 就是自己抒發壓力 另外一個指數才會再降下來 然後我就想說 那既然我甲狀腺的功能 都一直很正常了 那我就停藥 我去年十一月就停了 我原本一天吃一顆藥而已 然後去年十一月又停了 到今年的一月我就覺得 我怎麼心跳又變得很快這樣 然後我又再去檢查 正常的指數應該是大概0.1 結果我是0.0005 就是我已經抗靜分泌的激素太多了 所以我現在變成 一天要吃六顆藥 所以你現在還在治療 我現在還在吃 所以真的不能 但是也有可能甚至有些 這種甲狀腺抗靜抑制到變 甲狀腺低下 對 這是因為醫生跟我說 所以你必須在那裡 我們講說 停藥是一個技術 好像有一些 真的有些就一輩子要吃了 但有些就可以停藥 就達標 我想問醫生 但是很多甲狀腺 其實是 處在一個高壓的狀態 為什麼都是女生 比較容易產生甲狀腺抗靜 對 而且是在那種年輕的女生 或是說 剛剛生產完媽媽 那種壓力之大的 其實甲狀腺跟腎上腺 就是幫助我們來對付 外在的那個壓力 可是你一直處在高 所以紓壓很多那個 甲狀腺抗靜 合併一個叫 這兩個同時在家 你除了治療這個 還要紓壓這塊也是要特別多 對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